洛杉基 2023年洛杉基马拉松比赛在星期日开跑 由Essex举办的第38届洛杉基马拉松赛 将会在3月19日早上7点开始 全程26.2里的赛道以到期体育场为起点 参赛者将会穿过带有最著名城市街区 和地表的传统比赛路线 一路去到会经过唐人街 洛杉基广场历史街区 洛杉基市政厅 小东京 迪斯尼音乐厅 和洛杉基音乐中心 道比剧院66号国道 通过罗迪欧大道 到达世纪城的星光大道 洛杉基马拉松赛是全美最受期待的马拉松赛之一 今年预计将会吸引2.5万名参赛者 具体比赛时间是 轮椅马拉松赛早上6点半开始 职业女子组和精英女子组马拉松赛将会在早上6点40分开始 职业男子和全程马拉松赛由早上7点钟开始 预计周末天气干燥凉爽 大部分时间会多云 气温在60度左右 为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 部分地区和路段将会短暂关闭 包括道奇体育场和洛杉基市中心以北的其他地区 好像是荷里活 西荷里活 比华里山 Centry City 和其他社区附近 该活动还要求滚动式 关闭110、101和405号高速公路的集度 今次马拉松比赛的奖金总额是现金2万元 第一名的奖金是6000元 第二名的奖金是2500元 第三名的奖金是1500元 第一个跑完赛道的人 无论男女都会额外获得1万元的奖励 男女轮椅组均可以获得总计1万元的现金奖励 第一名是2500元 第二名是1500元 第三名是获得1000元 无论获奖与否 通过参加本届洛杉基马拉松赛 参赛者都可以完成支持麦考特基金会的使命 即是帮助找到治疗神经系统疾病方法 并且建设一个更健康的世界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